Hello 大家好 我是Anita 現在車水馬龍了 因為我在這棟大樓的外面 看得到這棟大樓其實他們都還在收尾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今天要幫四戶房子做燕屋 那這四戶都是要做一個護燕 因為之前已經做了廚燕了 那麼燕屋要注意什麼呢? 燕屋有很多重點喔 今天跟著我一起去看 Go! 我們現在就要再看 今天要驗了四戶房屋的驗收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門口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 我們先把門關上 我們先看看我們第一戶 因為我們這邊總共 這一層樓有三戶 就緊鄰的隔壁總共有三戶 那等一下我們到樓下還有一戶 那我們就先用這一戶來做一個說明 那要交屋之前建設公司會通知你要來做出驗跟服驗 那房間現在有很多燕屋公司 那燕屋公司呢?其實他們也是燕屋的很謹慎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已經有委任設計師做預售物的規劃的時候 照理說設計師他是可以協助你做燕屋這個動作的 所以你們不用再花錢去找燕屋公司 但如果你今天沒有找設計師 其實你可以找燕屋公司幫你做整個燕屋完成之後 後續至少知道有什麼東西是要委託建設公司再處理完善 再做交屋的動作 其實有利有弊啦 那今天我先簡單說一下 您要交屋前來現場做燕屋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水跟墊這個很重要 再來呢你要檢視所有的譬如說大門 像我後面的大門 他現在有保護門 可是你想在一個房間 在蓋的過程中門 靜跟旅窗這個部分好容易被碰撞 所以當他們沒有保護號的時候 其實被碰撞的機率也很高 這個你要委託後面設計公司再處理 其實你要花也沒錢 因為這個都不便宜 所以一定要好好檢查完之後 有問題請他們再重新做考期 那還有當然就是我剛剛說 弱電的系統 像弱電的話 他就是 比如說你的電視通訊 那些他們會經由測試 讓你知道這些訊號 是不是都一定有沒有問題了 那水的部分就是測壓力 為什麼我們會連個三戶 還有樓下 其實他就是一個小平宿 兩磅一庭的空間 空間很簡單 其實從我們旋關進來 有附一個這個鞋櫃 那這間公司非常貼心 我覺得他很厲害 是他的鞋櫃裡面 他做的排風 排風的系統 這個還有回風 所以鞋櫃裡面 他整個都一般的安排好 像廚具的部分也是一樣 一些一般街的公司 他們好像不會做到 像這些可以見備的東西 都附贈給你 可是事實上他全部都附贈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安裝它 到時候會點手 好像這些都是 對啊 這些廚具 就是會掛在 我們琉璃台上方的一些 什麼事物膠 一些東西 當時會點手 這樣點手東西 也是你在交屋前 原本健身公司 要給你的東西 有哪些 你們要很清楚 看一下你的合約 裡面當初他有什麼東西 是要付給你的 你們要做清楚點腳 我覺得他這個廚具也很貼心 就是裡面他的這個配件 有一些廚房內的配件 收納他都安排了 然後也很重要就是我剛剛講到水 你們在測試的時候 像我通常會把這個水打開 我會把它塞進 你把它塞進之後 讓它流滿之後 把它打開放開 放開之後 你們我通常會用 一張面子也可以 就面子去放在他每一個套管的位置 就是每一個接頭 當你水在放的時候 如果他有接頭說的不好 其實他都會有一些小水滴出現 那這個部分就要交代建設公司 這是小全室要重新做整理 還有就是比如說像 他已經做好門框給你的 旁邊他們都會打一些 撕力控 那這些撕力控 他們有的時候 因為 改工怪是真的沒有打好 會有一些沒有點縫到 這個要重新打 這也是很小地方 一定要很處理的 還有窗戶 像窗戶也是 那我們剛剛檢查 我們剛剛檢查了好多的因素 就是他已經有碰撞 那他這個碰撞呢 應該都是師傅 他們在施工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就是 物料對方跨上去 所以都產生了凹痕 那這產生凹痕呢 到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修復的 所以這還是要讓建設公司 他們請 他們這個鋁窗的工程來處理 那我們要做的動作是 檢查他的氣密 他的氣密度好不好 你怎麼看 滑順度啊 氣密度啊 有沒有拿 有接觸的 對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樣的 施力控有沒有打好 另外就是 如果說這個 旅窗的首付薩床 你要開上 薩床是不是也安排好便宜 那天花板啊 天花板這個相當管 其實他蠻長的 那當然他是有 預留一個空間 其實事實上 在我們做天花板改裝的時候呢 這個部分是可以配合做修改 有沒有問題 但是點位的移動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把這個長度 做修正 由設計公司幫你處理 裝修的時候 我們當初 客店的時候 這幾戶都是他們 原本配的磁磚啊 除去衛宇什麼都有 因為 真的這間公司配得太好了 材料也都很好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個保留 接著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衛宇 我們的衛宇也是一樣 跟剛剛在測水一樣 就是檢查一下 你上面的管系是有漏水 像我們剛剛在驗的時候 就有一戶它的管是沒有緊的 所以下面就有滴水的狀態 那這個間公司呢 也很棒的是 它竟然連這個禁櫃都付給消費者 它把所有的收納都做好了 大部分我們買房子都不會送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還蠻好 還有我剛剛發現一個好像很貼心 你看 馬桶旁邊有插座 這多麼重要啊 竟然在馬桶旁邊 它做了一個插座還有一個凹凍 我覺得真的 這家建設公司真的是蠻貼心的 把這個東西做到這樣子 一般都是由我們設計公司來幫客戶公司設計 因為空間小 所以它可能會先把你想好走道一點 這樣到時候你進家具安排好就可以用 更誇張的是 一般就是給你一個shower 它不只給你shower 下出水 好 然後它連這個置物的架子跟這個 全部都弄好給我們 哇真的是太貼心了 它是用魚拉的 魚拉的 魚拉的shower 那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往後陽台的 因為最近有很多這種小坪樹的呢 它為了節省到後陽台的一個動線的空間 所以它把到陽台的門放在淋浴間裡面 但我覺得也蠻好 因為這種空間通常是一個人住嘛 你看它連陽台的收納都超貼心 來看看 它每個陽台呢 它都有安排一個盆景 重點是它還有這個活動式的 平常你不要 你沒有洗衣服的時候你拿收起來 這個是熱水器的位置 這個是瓦斯表的位置 然後它在上面幫你安排一個置物 那為什麼有三個龍頭呢 這個是冷水 這個是冷水 它做了一個另外一個顏色是熱水 因為有一些洗衣機它是要冷熱給水的 所以它幫你安排了 多安排了一個 每一戶都有一個冷熱出現 瓦斯表的這個管 那他們為了整個顏色看起來不要太 把它刷黑 這不是設計公司做喔 這是建設公司本身幫我們把它處理好 還有一個 這個都知道我們要自己幫客戶去買 結果呢 他們已經幫我們安排好了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托把插進去 拖把插進去的置物價 它連這個都幫我們鎖好了 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我們由此以來看到 最貼心的建設公司 佛小平宿空間 這點的每戶都是 以兩房一廳的概念 但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這個都幾個不同的客戶 他們的空間 有的是安排一個大房間 以一個人雅皮組為主 有的是安排一個房間 加一個小書房 其實空間很夠 感覺是覺得是 蠻好的 沒有自入式姓小浪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說 它是不是在哪裡 但是它就是在新北市 那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聽說是一個VS嗎 新北市的姓名計畫區 不曉得 但這個無安我真的是蠻建議的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簡單介紹到這裡 因為我們還要去驗另外三部囉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簡單的分享我今天 Alita的生活日常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噹噹噹